他说框线是第3列的上方跟第12列的下方最初实现 OK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按照顺序来做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第3列的上方 所以你就找到第3列在这里 他说第3列的上方 他指的就是这个列的上面 所以你其实可以这样 你假设要分开做你可以先选第3列 这个范围因为他要A3到J12 所以指的是这个上面 那这个上面的话你可以找到常用里面的这个框线 然后框线的话你可以找到一般习惯是其他框线 那如果你要比较粗的这一条是这个 他说最粗的实现的上面这一条 一般习惯的几个方法 要不就你点这里 这也是上框线 要不就点这里也可以 我习惯是直觉一点点这边一下 他就会有一条上框线 你按确定的话 他上面这一条就是最粗的 那还有12列的下方 所以12列的下方 所以你也可以选这边 然后再找到其他框线 然后他的下框线 所以你先选样式这个 然后再选下面这一条线 按确定 下面这一条线也有了 另外再来就是说 他希望 B到I 然后呢第四列到下方最细的实现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选 如果是右边那个跟下面 其实你可以一起选 那如果是 那如果你假设不熟 你可以分开啦 比如说B B的话是可以这个B栏 然后一直选到第三列到第十二列 选到J 那他的右边 你可以就是选这个范围之后 然后呢一样 再去选这上面的其他框线 然后先选他的线条 他是说他要是最细实现 就这个 最下面这个 然后的右边那一条线 所以记得右边那一条线 那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直觉的点这边这一条线 他就会把你这个范围里面的右边这一条线 全部都帮你加上细线 按确定 你会发现 这边就会有最 不对 还有一个 如果你假设你是选 如果你是像刚刚这动作 他只会帮你把这个范围的最右边 所以记得你还要再多做一个动作 就是他的什么呢 他的这一条线 选错了 选错怎么办呢 没关系 再点一下 他要恢复 先选最细的 再选中 所以是这一条 跟这一条 然后是最细的线 按确定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一直到这边 通通都有线了 OK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第四列到第十一列的下 所以第四列 指的是这边 一直到第十一列的下方 所以下方一样的方法 选这个范围之后 然后再去找到其他线条 那你就先找样式这个 然后下面这一条线 跟中间这一条线点一下 点错了 建议你取消 重来一下 然后 这个其他的线条 然后先点 点的话不要点中间 怕会点到重复的 点这边 再点这边 这样OK 按确定 那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 画完这边的线 然后再来的话 它最后是 A蓝的右边 与第三列的下 双线 所以其实 就是指的是 A蓝这个范围 然后的右边 双线的话 就是一样 其他框线 然后找到双线之后的话 它的右边 所以点右边这条线 这样就OK 这边这条线 那就会是双线 看一下 没错 然后第三列 所以先选第三列的下方 所以呢 就是 选择第三列之后 选择双线 所以其他step 就是可能那个SOP 一定要先选范围 然后再去选样式 然后再去选你要的哪一条线 然后它下面这一条线 所以就点下面这条线 OK 按确定 这样的看一下 有没有 这边是双线 这边也是双线 那上面都是粗的 中间都是细的 如果你看到结果长得像这样 那表示 应该是正确 不过啦 如果以SEO里面看不清楚的话 你可以从那个预览列印里面可以看 在档案里面有列印 你点下去它就是预览列印 有没有长得就这样 旁边这条线 它好像没讲 所以会变成这边少一条线 其他应该 如果你看到结果是长这样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是OK的 把它back 最后这个应该 框线部分完成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 设定格式化条件 它希望 等于什么 上面的乘数 等于 左边的 上面应该是倍乘数 这个是乘数 如果是相等 有没有你会发现 1乘1 2乘2 3乘3 他希望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成色 OK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他不是说叫你用 人工的方式 不是说先选1乘1 然后再怎么 再选成色 成色应该是这个 对 OK 点他一下 那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 恐怕你要做9次 你说老师我知道有个快一点方法 这个有个什么 刷子有没有 复制格式 而且这个刷子还有点一下跟点两下的差别 如果你要连续的话记得点两下 如果你点一下的话只能复制一次 再点两下 然后这样刷 刷 那问题这样好像有点笨 如果你要快一点 聪明一点的办法 坎错字一下 那怎么做啦 很简单 这个时候呢 首先请你把 你要设定条件的范围选起来 就是 90乘法表的范围 总共选81个 1乘1到 9乘9 2的话呢 设定格式化条件 里面的话 请你增加一个新增规则 那这个规则告诉他说 如果 上面 的资料 跟左边的资料 比较一样的话 那把他的 储存格 怎么样呢 把它填上 橙色 所以 有点像一个规则 也有点像一个 条件 那这个条件有点像写程式 可是他其实是 不需要写任何程式 就可以帮你玩 所以第一个 选范围 第二个的话 新增的规则 那这个规则哪一个是OK的 你看一下他其实这么多个啦 不过跟各位讲 上面这几种都不行 因为你可以看一下 里面 这里面 并不是在判断什么 判断大小 像这个是判断 他的最大值最小值 然后 介余 或者是什么 有没有 那不是 所以其实主要是这个 使用公式 来决定 这个储存格 那这个有点麻烦喔 而且不太好理解喔 也就是说当 某个条件发生的时候 为True 他才去做下面那件事 什么事 格式 所以其实格式是这样 格式你可以先点 把 填满的地方改成橙色 也就是说当这个条件发生的时候 做这件事 那这个条件是什么 当 你这个里面的资料 如果相等的话 那就帮我把这个储存格填满为 什么呢 填满为那个 橙色 那怎么下条件喔 那特别是说这个其实很容易说说 游标请你放这边 他有点像公式喔 所以 那以Sale里面的公式 开头应该等于 在这里就也是要先加等于 当 我的习惯是 等于就是当的意思 当 这个储存格 等于 这个储存格的时候 那就 按确定 不过你会发现喔 他其实有点像这样 他是以这个 当层基准 他会自动帮你向右 有没有 然后再向 等于他是向这个一个一个 帮你全部 通通跑 也就是说他如果向右的话 自动会加一列 向下的话会 向右的话增加一栏 比如说B变成C C变成D 然后向下的话一样 他第四会变第五列 所以啦假如你现在 这样的状态你按确定结果会怎么样 全部都有 为什么 因为你把他锁住了 你可以看到刚刚我这边 管理规则 你会发现 因为我 B跟3 通通锁起来了 所以变成说他固定的 每一个每一个 其实都 都符合这个条件 所以要怎么改 其实道理很简单 也就是向右的时候怎么样 我基本上 跟刚刚那个很像 就是说呢 我B3 有没有 我向右的时候可以变 可以变C3 可以变D3 可以变E3 但3不能变 所以记得把B前面的钱符号拿掉 有没有OK 那A蓝的话呢是 向下OK 向下应该变A5 变A6 A7 但是A不能变 所以呢 请你把A 后面这个A4的4前面这个钱拿掉 因为他要变化 OK好 那理论上这样应该就完成了 意思说 当什么条件发生 当我一个一个储存格向右去搜寻的时候 那如果可以符合这个条件 的话 就帮我格式化成程式 如果你改成这样 结果按确定会不会得到最后的结果 来看一下 要不然按确定好了 OK了 那当然你可以变化一下 你说老师 那如果我今天意犹未尽 我希望 可以另外一个对角线 另外一个对角线就什么 19 28 37 46 55 那这个有什么规则呢 这个应该有有个固定的规则 什么规则 就是那个乘数跟被乘数 如果相加 等于 相加等于10的话 那就帮我怎么样 填一个黄色好了 如果假设有这个条件 如果假设你要 做个变化很简单 一一样选取 二 新增一个规则 然后规则使用公式来决定 如果这样同样的话 当 签一个等号 当 这个 加上 这个的时候 等于10 那一样呢 把什么 把B前面的钱拿掉 有没有 他有时候不能 他有时候你如果用 你不能 上下主要键 他会去跑 那当 B3 3一定要锁 A4的4有没有 4不要锁 其实蛮类似的 如果当他前面 蓝 加上后面的列 相加之后 等于10 这个条件发生的时候 那帮我变成黄色 那黄色把它改一下 改这个 如果按确定 应该会不会得到 我刚刚要的结果呢 按确定看看 有没有发现 他这边就变黄色了 那你说老师 5乘5 这个为什么 他变黄的 他格式化是这样 就是有点像涂层 你越后面的话 他会 盖掉前面的涂层 OK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当然你可以练习看看 这个主要是 就是那个 设定格式化条件 请各位 试试看 理论上 云端上面其实也有另外一个版本 就是VBA 其实VBA也可以做 类似的结果 只是难度比较高 若有兴趣同学不妨可以试试看 画面再还给各位 试着把那个框线 跟那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做做看 设定格式化条件 其实好处就是说你不用写任何程式 但是他其实能够做出类似 类似写程式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 这设定格式化条件有时候其实还蛮好用的 如果你懒得写程式 那这个也许 也是一种还不错的选项 试试看